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碳海 叶阿波 等了好长时间了都没遇到 今天这个天气稍微好一点 水面看起来是很轻 但是不知道底下怎么样 不管怎样我们今天都要出来试一下 然后今天还带了安徽这个网友一起出来 但是他不会下水 他就出来看我们打鱼的 体验一下我们在海上的生活 现在老表下去探地 我在上面等了一下 好硬 老表要上来了 探紙回报 底下浑的伸手不见五指 怎么样 还是浑啊 上来吧 继续探地 继续探地 哇靠老表打到那条大货了 大货重设吧 赶紧弄过来看一下 我都穿装备准备下水了 看来我们找这个地方是对了 至少是不会空军的今天 哇 哈哈哈 有七军 哇这条肥肥肥的 好肥的了 后锤 上来上来 好久没打鱼的 开局 开局大后锤 这个锤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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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 好了我今天马上也换一下装备 准备下水了 上班了 好 水太冰了 在底下都憋不住 要看 的 啊 可以 我 这 哇 哇 好 终于收获一条了 这个黑鸟可以哦 肥肥的 嗯 看见过冰火两层天 没见过冰火两层水 上面一层水是很温的 很暖的 底下那层水 就像冰柜一样 零下十六度 这是今年以来 在底下水最冰的一天 没有戴手表 也测不到这个温度 估计应该是十六度 到四伏 冻的我在下面瑟瑟发抖 真的顶不住 那底下根本都不敢爬那底下 不敢静止状态的 我去 冻的瑟瑟发抖 然后今天凑合一下 打个两三条小小鱼 回去吃着了 也不晓得这么大的黑鸟 你看肥鹿鹿的 我们的黑鸟 然后回去拿来清蒸 要么拿回去煮汤 冻了一个多小时 不管怎样 拿几条菜回去 把它控制完 这个拿回去煮汤 这个拿来煮汁生的黑鸟 没错的 没有问题 回去了 真的在地下冻的 冻的 我有点痛 看一下脑表 脑表上来了 脑表这条大货村 下水一条上水也是一条 经过三条 经过三条 今天早上没白爬 有一条大货 舒服 走了 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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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经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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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上这四条小鱼了 今晚搞个鲜鱼汤 今天潜水就一个小时左右 感觉非常非常的累 可能是这个水分忽冷忽热 真的受不了 今天晚上喝个鲜鱼汤 补补一下 明天早上 我们早早又去打鱼 好了 不说太多了 那今天就先这样了 拜拜